萧剑带着几人来到洛阳为紫薇寻找名医 请朋友写了一份大夫的名单交给了尔康 随后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处四合院住下 收拾完行李后 尔康和小燕子带着紫薇去拜访大夫 一人看了好几个都说没有希望了 尔康安慰紫薇不要灰心 还有名单上的四个大夫没有看 让小燕子陪着紫薇自己去前面问路 小燕子忽然看到人群里有两个人在下棋 一时来了兴趣 竟然忘记身边还带着紫薇 一屁股挤走旁边的大爷自己坐着下起来 找不到小燕子的紫薇被一群小孩冲出了人群 一个胡子大汉看到落单的紫薇起了坏心思 把他领到一处偏僻的地方打晕迈到了妓院 这边尔康问完路看到两人不在了 却在人群中看到小燕子在下棋 气得他一把好气小燕子 质问他紫薇去哪了 小燕子这才发现自己把紫薇弄丢了 可是找了好久也找不到